兄弟来家看球 老婆破天荒地穿起制服诱惑 我意外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却被人伪造失足坠楼的假象 要怪就怪你太窝囊 你照顾不好我 你兄弟帮个忙怎么了 在睁眼 我靠压重冷门球赛一夜报复 一阵恍惚 我看着老婆和我最好兄弟的聊天记录 柳如烟 今天晚上来我家看球 陈阳 当着你老公的面稿 是不是太刺激了 坏笑JPD 柳如烟 那你别来 陈阳 那可不行 我就喜欢刺激的 尤其是自己兄弟的老婆 想想都带静儿 柳如烟 你个色佩 刚把手机放回原位 身后就传来一阵柔软的触感 老公 今天球赛是不是开始了 你让陈阳来家里看球吧 我给你们准备了韭菜哦 老婆从面前抱住我 让我彻底清醒过来 我重生了 换座之前 我肯定会感动自己 娶了个好老婆 不仅让我在家里看球 还体贴地替我和兄弟 准备了酒水饭菜 可我知道 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我 而是想体验更刺激的偷情 想到刚刚的聊天记录 我忍着恶心搂住他 现在没到翻脸的时候 老婆 你真好 我马上打电话喊人 他们要是知道 我有你这么体贴的老婆 都得羡慕死 老婆将头埋进我的怀里 也是他异样的兴奋 呵呵 哪有这么夸张啊 我眼神晦暗不明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准备的礼物才是 上一世 妻子让我邀请陈阳回家看球 看球的时候 陈阳疯狂劝我酒 我不已有他 一个是我的爱人 一个是我最好的兄弟 等我醉倒在沙发上时 陈阳当着我的面将妻子横抱进我们的卧室 中途 我被尿憋醒 迷迷糊糊找厕所 没想到就看见他们两人滚在了一起 愤怒在我的四肢蔓延 被我撞破了他们的奸情 他们竟然将我从十三楼的阳台推下 伪造我是醉酒身亡的假象 要怪就怪你太窝囊 你照顾不好我 你兄弟帮个忙怎么了 如今老天给了我重生一次的计划 我自然不可能放过这对狗男女 我说要去给朋友打电话 柳如烟又钻进厨房 说要多做几个菜 透过厨房的玻璃门 还能看见他微微发红的脸蛋 甚至心情破好 还哼起了歌 趁着打电话的间隙 我当即美团买了个微型监控 安装在卧室里 其实和柳如烟结婚前 他也一次劈腿过一次 那时他被我朋友撞见 深夜和一男子出入酒店 我愤怒找他质问 他哭着扑进我怀里 哭得梨花带雨 呜呜 老公 我被人骗人 那个男的是我的客户 骗我说去酒店签合同 我没想那么多就跟去了 结果 他 老公我对不起你 不过我没有被他得逞 我打伤他跑了 可他还是碰到了我 呜呜呜 老公你会不会嫌弃我 我还是去死好了 我真的不想活了乌乌 看他那样 我心疼坏了 哪里还顾得上质问 当即就让他辞了工作 我养他 现在想想才发现 那件事疑点重重 如果是强迫的 为什么柳如烟身上 一点伤痕没有 事后我让他报警 他也死活不愿意 他还说什么 报了警 他的名声就没了 偏偏那个男人是外地的 隔天就坐车跑了 柳如烟为了今天 是真的下了血本 就连珍藏的鹿龙酒 都拿出来了 他朝我暧昧地笑了笑 老公 今晚你和朋友玩得开心 可不能忘了我 鹿龙酒 是我之前托朋友买的 贵就不说了 关键是活血补肾 之前我们试过 小小喝一杯 能奋战到天亮 他这哪里是让我开心 分明就是希望被人玩得开心 柳如烟望眼欲穿 低头看着手机 又时不时看眼窗外 我抵着头他耳边 戏谑地说道 老婆 你这样会让我误会 以为你在等什么情人偶 柳如烟手机没拿稳 啪唧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今天穿了一些黑色连衣裙 弯腰的时候 我竟然看见了他什么都没穿 还真是荡服 老公 柳如烟刚要说话 门铃就响了起来 他浮上一抹雀跃 迫不及待地开门 却在看清门外的人后 笑容凝固住了 嫂子好啊 打扰了三五个大男人 打了招呼后鱼冠而入 你小子命真好 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就算了 还这么大度 其中一个兄弟给了我一拳 陈阳跟在最后面 不着痕迹地摸了柳如烟一把 我冷眼将这一切收入眼底 既然他们这么喜欢刺激 那我当然满足他们的欲求 就是 要是我也有阿易这么漂亮的媳妇 就好了 陈阳向来是这样口无遮拦 更何况我们是从小长大的兄弟 上一世要不是我当场装婆 死也不会相信 背叛我的人是她 柳如烟听到这话脸色变了变 对着她称怒 那你可得快点结婚了 不然好女人都被挑走了 陈阳一味深长看了一眼 要是我喜欢上有夫之夫嫂子 也希望我快点结婚吧 我开玩笑的嫂子别当真 这么个小插曲 很快就过去 因为要看球 我们都移到了客厅的地毯上 吃饭时 柳如烟坐我旁边 而陈阳挨着她坐 似乎之前也是这样 我却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很快桌面上的气氛 就不对了起来 柳如烟的脸越来越红 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 嗡哼她手里握着的筷子 掉到了地毯下 郭伟几个还不傻呵呵地看着球 压根没有注意到这里 嫂子 我帮你捡陈阳 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 弯腰俯身而下 我假意看球 余光却一直盯着她们 柳如烟本就什么都没穿 陈阳一弯腰更是一览无余 甚至能瞧见隐约的森林 她呼吸一紧 又若无其事地捡起筷子 嫂子手太小 筷子都拿不稳柳如烟 瞠瞪了她一眼 陈阳另一只手放在茶几下 缓缓地从柳如烟大腿上滑动 起先只是谨慎地抚摸 渐渐地变了味道 我专心致志看着球赛 时不时忽赞一句好球 彻底让他们卸下防备 茶几下发出极其细微的滋滋声 要不是我有心注意 也听不见 我故意歪头 吓得柳如烟打翻了碗筷 老婆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啊 神 什么 没有啊 柳如烟一脸心虚 陈阳却没有放过她 桌底下抽动的手 加快了速度 就连柳如烟说话都忍不住戴上几分狡喘 啊 可能是厨房还炖了汤 啊 我现在去拿好了 说着她连忙爬着起身 慌忙地走进厨房 而她刚坐的位置 还残留了一小片白色晶体 让人恶心透了 柳如烟走后 陈阳拿着刚刚摸她的手 往我身上一擦 像是在挑衅 我假装不懂 乐呵呵地和她碰杯喝酒 等汤端上了桌 柳如烟很懂事地回了房间 说让我们尽情看球 林毅 你小子真是命好 兄弟郭伟拍了拍我的肩膀 看到桌面上的鹿龙酒 对我暧昧地笑了笑 看来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行了 是啊 我命好 老婆跟兄弟滚在一起了 这命怕是给谁都不敢要 想起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 我故意凑到陈阳旁边 陈阳 你又买球了吧 自从柳如烟进卧室后 她明显心不在焉 哪怕很小心 可我还是看见她 好几次盯着手机 给谁发着消息 陈阳心虚地吞了吞口水 下意识把手机屏幕 反扣在桌面上 一哥 我就小小地买了一点 那怎么够 陈阳我还是了解的 家里有几个钱 可她自己游手好闲 也就靠一些花言巧语 红的女孩愿意跟她 你小子 紧张什么 我也想跟着你买点 给老婆赚点口红钱 谈到这个 陈阳可就来劲了 要知道 前年的世界杯 就她小子运气好 中了一百万 第一场肯定的队营 为了表达对陈阳的信任 我当场就买了五千 得队营 陈阳也只买了一千 她说事是水 重头吸在后面 第一场比赛结束 得队五比一获胜 而我也小赚了一笔 陈阳自然把一切功劳 都归在自己头上 来 哥必须好好感谢你 等四场球赛结束 我们几人也喝得差不多了 过为几人 趴在桌上呼噜作响 我也假装酒醉 躺在沙发上 争了一条缝 陈阳做贼式地 推开了房门 很快里面 响起了轻微的喘气 等了一会儿 我悄悄戴起了耳机 打开了卧室的监控 柳如烟还穿着那条连衣裙 双腿违张 娇称地抱怨 你怎么进来得这么晚 人家都等急了 陈阳嘿嘿一笑 手进入无人之地 暧昧地在她驳梗间吐气 是你等急了 还是妹妹等急了 讨厌柳如烟脸色潮红 身子像去一样扭动着求欢 我们在房间里 不会被发现吧 要是灵异突然醒了怎么办 怕什么 她睡得跟死猪一样 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 哼 我和灵异要是离婚了 你可得对我负责 放心吧 灵异喜欢你喜欢的死去活来 就算被戴了绿帽子 怕是也不舍得和你离婚 我连连冷笑 看来她比我想象完的还花 我喜欢柳如烟确实没错 为了和她结婚 能给她更好的生活 结婚前我一天打两份工 下班了就去送外卖 生怕自己给不了 她想象中的婚礼 就算柳如烟那时 一事被人侵犯 我也一点没有嫌弃过她 只怪我自己没有保护好她 吸了手机 看着脚边睡得正香的郭伟 狠了狠心踹了她一脚 兄弟 对不住了 陈阳和柳如烟太过放肆 以为我们都睡着了 里面的动静越来越大 踹完我假装打起了呼噜 郭伟晕呼呼地爬起来 什么声音 灵异这家伙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等她看清沙发上的人是我后 酒一下都醒了 我草 灵异在这里 房间里的是谁 等郭伟听清卧室里男人的动静 脸一下就白了 而我确实也喝了不少酒 竟然就这么睡过去了 等第二天醒来 郭伟顶着一脸的黑眼圈 心虚地不敢和我对视 只有陈阳神清气爽 走前还不忘给柳如烟抛了个眉眼 嫂子 下次我还来你家看球啊 你的手艺太好了 如果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问题 还会将这句话当作是夸奖 可如今 这句话可内涵深意 郭伟也变了脸 她欲言又止地想和我说什么 最后还是化作一句 还是别麻烦嫂子了 明天我们出去看吧 等把人都送走 柳如烟揉了揉腰 就要往卧室里走 一副纵欲过度的模样 卧室里还散发着 丝丝怪味和一丝烟味 我玩味地板弄着她的发丝 老婆 床单上怎么有烟味 柳如烟还在假妹的眼皮 陡然掀开 明显紧张了 毕竟 我从来不抽烟 你 你闻错了吧 估计是昨天晚上 你自己在外面沾上的 我拿出了个烟头 那为什么房间会有烟头呢 我故意说 该不会是 昨天你趁着我睡着 背着我做了什么吧 柳如烟 吓得冷汗淋漓 撇头看见我手里的烟头 磕磕绊绊 不知找什么借口 我忘了 估计这是陈阳那小子 抽了烟 不小心沾我身上了 他松了口气 美好气地瞪了我一眼 我能背着你做什么 我忍着恶心哄他 又故意告诉他 昨天我跟着陈阳买球 中了几千块钱的事 你那群兄弟也就陈阳看着靠谱了点 柳如烟丝毫不必会当着我的面夸起陈阳 说着他双手突然攀爬上我的肩膀 眼神带着几分迷离 想到他昨晚和陈阳在这张床上干的好事 我胃里就忍不住一阵翻涌 他连枣都没洗 下面还残留着别的男人的味道 我一把将他推开 没收好力道 柳如烟翻了个身被我推到了床下 老婆 对不起 我刚刚手抽筋了连忙将人拉起来 却暗怪自己怎么没再用力一点 这么一推 他也没了兴趣 白了我一眼走出了卧室 我拿起手机给陈阳发消息 兄弟 今天买哪长 你嫂子可说了 让你多带带我 在我有意无意的引导下 陈阳连中好几场球 从一开始的几千 到现在几万几万的下注 场场接中 他还傻乎乎的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不过可能是陈阳痴迷球赛 对柳如烟冷淡了几天 陈阳不理他 而我一下班就回到家里 让他根本没有出去偷情的机会 柳如烟脾气格外暴躁 动不动就发脾气甩脸色 这天他再次朝我摔完 抱怨我只知道上个破班 还不如人家赌球赚得多 你说你有什么用 一天天拿点工资 连个包都给买不起 看看人家陈阳 这几天光靠赌球都赚了不少钱了 你能不能学一点 他恨铁不成钢 眼里都是懊悔 为什么当初就嫁了我这么一个人 我在心里冷笑 什么叫一点工资 一个月三万 要还车贷房贷 每个月还要给他爸妈打钱 替他养着他弟弟 如今就成了我窝囊了 柳如烟是真的自私到骨子里了 我不仅赚钱养家 回到家还帮忙做家务 他说不想生孩子 结婚五年我都没逼过他一次 我冷了脸 你这么看不起我 那就离婚好了我们俩大吵一架 更是给了柳如烟离开的理由 如今他对这段婚姻早就不耐烦了 只要陈阳愿意娶她 他随时都能离婚 更何况 如今是我提出的离婚 他收拾行李 要离家出走回娘家 我们冷静一段时间吧 可我却看见 他给陈阳发着信息 等他走后 我打开了手机里的GPS定位 柳如烟压根 没有像他说的一样回了娘家 反而是住进了一家酒店 想都不用想 他肯定是去找陈阳了 还真是饥渴难耐 我故意给陈阳打电话 让他来家里喝酒看球 你嫂子和我吵架回娘家了 家里就我一个 我们可以好好看看球 我这里有内幕消息 陈阳电话那头 还有微微的喘息声 似乎是不想他去 郭伟打来电话 说陈阳确实是从酒店出来的 我就知道 鱼儿上钩了 这几天陈阳不走运 买什么 输什么 郭伟说 他这几天就输了好几百万 迫切地想回本 而我虽然买得小 不过也赚了一点 这次我告诉他 有内幕消息 不管真假 陈阳当然会来 电话才打半个小时 陈阳就到了我家 一起的还有郭伟 我需要他配合我演戏 自从那天他撞破了 陈阳和柳如烟的奸情 他挣扎了好几天 还是告诉我了 灵异 我和你说这件事 你千万沉住气 陈阳那小子太不是东西 于是我让郭伟 替我帮忙监视陈阳 顺便给他编织 一场美梦的假象 一哥 你真有内幕消息 他来得匆忙 连脖子上的口红 都没来得及擦去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给他看了手机的聊天记录 这几天我见了的小号 伪造了聊天记录 你看 我跟着这哥们买 这几天中了好几万呢 国伟也配合 说自己跟着买中了不少 见状陈阳才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不过他也算谨慎 刚开始的几天 只是小小湿水 发现场场接种后 他和我要了小号的微信 想单线和他联系 我推脱了几下 你也别陷进去 要是到时候他翻车了 可别怪我 陈阳一口一个保证 说就算翻车了 也和我没关系 眼看自己就要报复 陈阳也有些不知收敛 还故意对我说 一哥 要我是你 早就下大一点了 男人没钱啊 老婆可是会跟人跑的 柳如烟离家出走的这几天 连消息都没给我发一个 不过朋友圈 却在频繁地更新 每天不是晒包 就是晒衣服 估计都是陈阳给买的 我切换到小号 陈阳又问我今天买什么 看了看时间 该收网了 想了想 敲击着键盘 今天不买 明天第二场稳赚不赔 你可以多下点 这几天 陈阳是吃足了甜头 丝毫不怀疑 很快他就打来电话 我借钱 不仅是我 就连其他几个兄弟 都被他借了个遍 不过 我早就提醒了他们 千万别借钱给他 陈阳在我们这里碰了币 不知找了什么方法 竟然凑出了一千万 还是郭伟和我说 他偷偷把家里的房产 都抵押了 我不禁扎舌 明天第二场球赛 大多数人都觉得是 稳赚不赔 像陈阳这样的人 又何止一个 都想着能赚一点是一点 就算赔率低 那也是白减的钱 以至于 后来那些人倾家荡产 我给丈母娘打了个电话 一开口我就给他们画饼 爸妈 我打算给你们在市中心买套房 这两天有时间的话 你们一起来看看吧 买房的事 之前柳如烟就暗示过我好几次 她说自己是远嫁 父母总是不在身边 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寂寞 要是能给他们老两口买套房 在本地就好了 我一直没有答应 实在是压力太大 根本攻不起 更何况 她哪里是给岳父母买房啊 分明就是让我给她递买房 这个冤大头 我自然不肯当 因为这件事 柳如烟还和我吵了好几次 又哭又闹的 我差点就心软了 最后也是松口说 等过段时间 经济富裕了再说 岳父岳母听到这个消息 隔着电话就喜笑颜开 我就知道我女儿嫁对人了 我们马上买票 明天晚上就到 我说好 让他们发来动车信息 明天我去接他们 我猜的也没错 岳父他们根本不知道柳如烟出轨的事 岳父岳母不仅带着小舅子来了 还带了一大帮亲戚 说要让他们参谋买房的事 我接到了人 看了看他们身后 一脸失望 爸妈 柳如烟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岳母口之心快 满心想着买房的事 我女儿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前不久柳如烟和我吵架 说要回娘家 她没有回去吗 我扬装出害怕的模样 拍了拍脑袋 糟了 她会不会出事了 我们赶紧报警吧 说着我就要拿出手机报警 也多亏了柳如烟保密工作做得好 连自己父母也瞒着 但凡他们互通消息 我的计划都无法这么顺利 我们跟着警察找去了柳如烟所在的酒店 路上岳父不停地指责我 要是我女儿出了什么事 我和你没完 我卑躬屈膝地点头 都怪我 爸你放心 我肯定会和柳如烟好好道歉的 本来是想给你们买个两居室 我看还是一步到位买个大的吧 我的态度让他们极其满意 就连那些亲戚都眼红 说柳如烟找了个好老公 这更加满足了岳父母的虚荣心 连女儿的安危都抛之脑后 迫不及待就看起附近的楼盘了 我开车跟在警察后面 撇着后视镜泛起一抹冷笑 开心吧 越开心 到时候你们就越失望 当警察推开房门的那一刻 柳如烟还光着身子趴在陈阳身上 突然进来了一群人 两人吓得魂都飞了 柳如烟惊恐地大叫 拉起被子往里钻 爸妈 老公 不 不是这样的 陈阳也慌了 一哥 都是误会 我黑着一张脸 深吸一口气 误会 你们两个出现在同一张床上 和我说是误会 警察让他们先穿好衣服 我冷着脸在外面等 岳父岳母留在了里面 柳如烟似乎被打了 在里面又哭又叫 过了一会儿又安静下来 等门再开起来 岳父母心虚地转过了头 只说对不起我 让我和柳如烟离婚 陈阳也穿好衣服出了来 作为一个被绿的男人 没点怒气怎么可能 当即我抡起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 我把你当兄弟 你和我老婆搞在一起 警察把我拉开了 陈阳见状也懒得隐瞒 当着我的面就把柳如烟抱进了怀里 柳如烟心疼地看了眼陈阳 又狠狠地白了我一眼 林毅 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 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 就你这么一个窝囊费 难道要我一辈子跟着你受苦吗 连玩球都不敢下大的 实话告诉你 就算今天没被你发现 我也要和你离婚 陈阳说了 这场球赛过后 他最少也有几千万 到时候会娶我的 而且他还答应了我爸妈 到时候会给我家买一套别墅 这是你努力一辈子都买不起的 他骄傲地扬了扬头 毫不掩饰心中的鄙夷 就连他爸妈都站在他那头 林毅啊 我女儿说的没错 要怪就怪你没本事 警察此刻已经走了 我报警只是找失踪的妻子 人找到了 既然就要走了 就在他们以为我要动怒的时候 我突然笑了笑 陈阳 我可以问问 你是什么时候和我老婆搞到一起去的吗 不是我对柳如烟还有感情 只是想知道 这顶绿帽子我戴了多久 毕竟再不问 我可怕等会没机会了 一年前你生日那天晚上 陈阳得意极了 我下意识开始回忆 一年前的那天 是我三十岁生日 柳如烟做了一大桌子菜替我轻生 而我唯一邀请的人就是陈阳 那天我很高兴 喝了很多 就连第二天起床头都是痛的 还断片了 他们竟然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搞到一起的 把我当傻子耍了一年 上一世要不是被我撞破了 怕是还要当更久的冤大头吧 我把你当最好的兄弟 为什么会是你 比起柳如烟的背叛 陈阳更让我愤怒 兄弟 你一个穷鬼 真以为我把你当兄弟了 你也别怪我 等这场比赛结束了 我给你一点补偿就是了 陈阳的愧疚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比起抢人期这种刺激的事来说 他更喜欢见我愤怒无能的模样 你也别怪我 当初我喜欢方雨 可偏偏他喜欢的是你 你也该体会一下 这种被人抢夺挚爱的痛苦方雨 我震惊 方雨是我高中的初恋 可没想到 陈阳竟然一直暗恋他 一切都明白了 我突然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 我指了指房间内刚结束的比赛画面 不然你看看 这场球赛 谁输谁赢 与此同时 酒店其他房间内纷纷爆了粗口 甚至还有杂电式的声音 这场比赛 是最大的一场冷门 所有人都以为必赢的局面 偏偏最后十分钟发生了反转 一夜之间 不知道多少人倾家荡产 陈阳的笑容凝固 这场比赛他下足了功夫 问了好多人 都说是必赢 他才敢放手一搏的 上一刻他还做着发财的美梦 可下一刻猛地推开怀里的柳如烟 发疯一样地冲到电视旁 怎 怎么可能 柳如烟还不明所以 被推倒在地上朝陈阳撒娇 陈阳 你做什么呢 把我弄疼了 陈阳压根没有理他 急促地喘息声 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急 不 肯定是假的 他狼狈地跌落在地 输了一千万枚了 柳如烟听吧 变了脸 你说什么 什么一千万枚了 你不是和我说我赢吗 啪 陈阳一巴掌摔在柳如烟脸上 滚 你个臭婊子 都怪你 刚刚还浓情蜜意 如今就变了的脸 柳如烟愣在原地 似乎不敢相信 面前的男人变脸这么快 陈阳一张脸血色全无 又哭又笑 我咧了咧嘴角 真是不好意思 足球反着买 别墅靠大海 把我白天下注的比分 晾在陈阳面前 一个他看不起的人 如今高高在上地嘲笑他的失败 这对陈阳无意地致命地打击 而接下来想的一通电话 则是彻底将他逼进了死胡同里 我们谁都没有反应过来 陈阳突然发疯一样往外跑 就那样跑上了天台 一跃而下 五十楼的天台摔下去 血肉模糊 谁都没想到 陈阳会做出这个举动 事后还有人问 陈阳家里不是挺有钱的 就算输了一千万 也不至于跳楼吧 等他妈来替陈阳收尸 我们才知道 他家公司出了问题 那一千万不仅是 他偷偷抵押了房产 拿的还是他爸的救命钱 而那通电话 就是他妈打来要钱的 在来酒店之前 我就已经注销了微信号 没有实名 谁也找不到我 更何况 陈阳是自杀的 而我不仅买中了圣贷 还买中了比分 一比两百 足足赚了五千万 一夜暴富 郭伟跟着我也买了一点 他胆子小也就买了几万 不过也够了 这还真应了那句话 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 没人会觉得 陈阳是被我逼死的 说到他 更多说一句 罪有应得 他死后 警察调取了 他的手机信息 原来他不仅勾引了 我的老婆 他身边其他朋友的妻子 也没放过 微信里的情人 竟然有二十多个 柳如烟 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陈阳也从没有真心 想和他结婚 柳如烟知道我一夜报复 不愿和我离婚了 岳父岳母更是后悔 将柳如烟 狠狠地打了一顿 送到我面前赔罪 于婿 我和你爸已经狠狠教训过小燕了 你们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 你对小燕的感情 我们都看在眼里 可不能说离婚就离婚啊 灵异 你冷静下再好好想想 只要你能够出气 他仍凭你打骂 我和他爸绝对不说一句话 离婚可是大事 千万不能冲动啊 我全程冷漠 他们哪里是舍不得 我和柳如烟离婚 分明是知道我发财了 舍不得唾手可得的财富 见我不作声 岳母狠了狠心 当着我的面 一巴掌甩在柳如烟的脸上 你愣着做什么 还不给你男人道歉 柳如烟当场大哭了起来 爬到我面前跪着求我 老公我知道错了 我不想和你离婚 只要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保证和你好好过日子 我挥开了她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个 婚内出轨的女人继续婚姻 我现在有钱 什么女人找不到 我也不是垃圾站 什么垃圾货色都回收 我的话刺耳又难听 柳如烟更不敢相信 我竟然会对她 说出这么恶毒的话 灵异 你忘记当初娶我的时候 怎么说了吗 你说你一辈子 都不会让我受委屈的 可现在我的委屈 都是你给的 她生死历劫地咆哮着 似乎出轨的人是我一样 都把我气笑了 随你怎么说 你不同意离婚 也无所谓 我会向法院起诉离婚 别忘了你和陈阳 可是被抓奸在床 见我铁了心 柳如烟也不哭了 从地上爬起来 冷眼相对 半威胁地说道 要离婚可以 婚内财产 我有资格分走一半 我气笑了 她怕是早就在等这一句吧 我中了五千万 扣税还剩下四千万 她想分走一半 也有两千万 行啊 那就法院见好了 法官怎么判我 都绝无二话 我不忍告诉她 对讲的时候 我用的是我妈的身份证 就让她再做一场梦好了 事到如今 他们也看到了我的态度 岳母嘟囔着嘴 离婚就离婚 就算我女儿离婚了 也能分到不少钱 女儿我们走 等等 我喊住了他们 柳如烟以为我回心转意了 略带得意 哼 你现在求我不离婚 我也要考虑考虑 我憋着笑 把你的东西带走 指了只角落里 打包好的一堆东西 都是柳如烟的 柳如烟从脖子到脸 都胀红了 咬牙切齿 你别后悔 看着他们把东西搬走 整个家几乎空了一半 结婚这么多年 我甚至连件衣服 都不舍得给自己买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开庭当天 柳如烟在被告 席上一场的兴奋 听说这几天 他们家可没有闲着 又是买车 又是买房的 不过交的都是定金 用脚都知道 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 是在等离婚分财产 到时候去交尾款吧 好可惜 要让他们失望了 柳如烟离婚 是被警察抓奸在床的 这点她无法反驳 我作为家庭主妇 婚后五年 勤勤恳恳地照顾这个家 为了补偿我 就应该多分点财产 家庭主妇 她怎么说得出这种话 不过我没有反驳 就由她说好了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柳如烟还以为我怕了 既然大言不惨 要求房子也要过户给她 好在 我重生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把房子过户 给我爸妈了 她什么也别想得到 到最后 我上交了流水证明 法官分割财产时 柳如烟是过错方 可她这么多年 在家里没有去上班 按法律规定 有必要多分一点财产 最后定下来的是 我四他六 只是 柳如烟看到财产分割的流水 顿时就笑不出来了 两百五十块钱 怎么可能她呼吸一致 下一刻咆哮出声 灵异 你耍我 怎么可能才两百五十 你明明中了几千万 她迫切地看着法官 她肯定财产转移了 这不可能是她的流水明细 法官都看不下去了 柳女士 请你情绪稳定一点 林先生的银行流水 我们查过 从来就没有什么 千万的流水转账 账上确确实实 只有四百一十六元 我们也核查了 她网约的工资明细 都是赚给你和你父母了 至于房子 也不属于你们的婚内财产 是南方父母名下的资产 说话时 法官还不免带着几分比一 这些年 我的钱不是花在她身上 就是她父母身上 只有她不知道感恩 别说柳如烟了 就连旁听席上 她的父母都无法接受 要知道 他们光是定金 就交了好几万 如今没有钱付为款 那些钱可就打水漂了 他们在法庭上大喊大叫 可判决已经下来 最后只不过被 无情的拖拽出去 可柳如烟的下场 就没那么好了 她家一向是偏爱儿子 如今柳如烟 又让他们丢了 这么大一个脸 还把家里的积蓄 都搭进去一大半 自然不肯的 所以 在我们离婚后没多久 柳如烟被她爸妈 逼着嫁人了 嫁给了一个50岁的老男人 彩礼给了50万 离婚后 我妈也没催我结婚 只是把钱和房子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上一世我坠楼死亡 怕是最难过的 就是爸妈了 结婚时 柳如烟说了 不愿意和长辈住一起 我爸妈也怕 打扰我们的生活 主动提出了 要在农村养往 如今离了婚 我自然要把他们接回来 把之前的婚房卖了 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别墅 交房那天 我特意发了的朋友圈 仅柳如烟可见 不为憋的 我承认自己是想恶心她 那天恰好是柳如烟 再婚的前一天 听说第二天 柳如烟逃婚了 死活不愿意嫁人 老男人闹到他家里 要他们家退还彩礼 还要赔付酒席钱 他爸妈不肯 一时间就打了起来 柳如烟的弟弟 被推到在地 恰好双腿之间 撞到了桌角 他们家算是绝后了 逃跑的柳如烟 知道家里发生的事 更不敢回家了 听郭伟说 他在一档会所 看见了柳如烟 如今在那里 做陪酒小妹 伺候的都是 五六十岁的老头子 他要是躲在老家 也许还没后来的事 陈阳去世后 他爸因为受不了 打击离世了 只留下了陈阳他妈 他一直在打听 柳如烟的下落 如今他知道了 柳如烟回来了 自然不可能放过他 听说陈阳他妈 跟踪了柳如烟 好长一段时间 在确认了柳如烟 每天下班的动向后 一次雨夜 拿着一把刀 把柳如烟砍砍了 不过他没死 只是每一刀 都落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他算是彻底毁容了 他唯一炫耀的资本 就彻底没了 成了一个又丑又老的丑八怪 这下就算他想嫁人 都没有人愿意嫁他 陈阳他妈是主动自首的 朋友最后一场 我替阿姨请了律师 阿姨年纪也大了 先后经历丧夫丧子 也怪可怜的 就当是我那可笑的 同情心好了 很久以后 我还见过柳如烟一次 穿着清洁工的衣服 被一群小孩围着丢石头 我笑了笑 全文完